大家好,我是Kate,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Cose这几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更新 它升级到了0.41版本 后来可能中间有一点问题 它又更新到0.41.1 现在是全体量都放开可以下载了 咱们的话可以在Cose的更新日记里 点击左侧的下载 它更新了哪些内容呢 第一个Python的自动导入 还有Composer的改进 Composer原来有一个project 现在改成是notepad了 而且我们现在也可以把Composer 从原来下方的一个浮动的窗口 现在改到Chatter 一个并排的窗格里了 下面我就来详细演示一下 还不确定自己的Cose是否已经更新 打开左上角Cose 关于Cose 了解一下版本 更新了之后呢 先来到Cose的设置界面 这边有一个 有一些选项 因为我昨天已经设置过了 如果说你发现这里面的话 有些选项是disabled的话 你可以把它设为enabled 比如说Alt Import 这是Cose Type的一个新功能 这下面也是 有些内容的话 你可以把它设置成打开 里面有些内容也是可以设置一下的 比如说Beta里面notepads 咱们就把它打开 还有窗口的一个控制 也把它打开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Person的自动导路的功能 这里呢我粘贴了一段代码进去 然后就可以看到上方很快就出现了 Import的一个导路 这个还是很方便的 我们也可以只选择上方内容 下方的话去掉 或者是换上别的信息 现在我们打开Composer来看一下 Command I打开Composer 咱们也可以用快捷键Ctrl D 它在右侧 也就是和Chart AI窗格并排的位置 如果我们想要回到之前窗格的位置呢 就是再按下Ctrl D 这样就可以了 咱们还也可以按下Command Shift I 把这个面板给展开 面板展开之后呢 左边有个Notepad 咱们可以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空间 它可以用于头脑风暴的创意 还有一些引用的文件 可以把它们用在对话和Composer里面 现在我将创立一个新的Notepad 我想在里面把OpenAI的一些API内容放进去 因为OpenAI它经常在大语言用到它的时候 就是用它的旧的SDK的版本 所以我这里是想要把它新的API的内容放进去 我们这里先放部分内容 这样复制了之后 现在Composer这个界面也可以单独通过一个窗口打开 右侧这样有个图标 Open in new window 我们点击一下 它就是一个单独的窗口 我们也可以回到刚刚那个界面 我们先把它给关掉 然后打开Composer 我们刚刚已经设定了Notepad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怎么使用它 那这里的话先add一下它 请根据这篇文档帮我写一个脚本 Streamly的脚本 我希望呢 这个脚本是可以让我先和OpenAI的API对话获取内容 将获取后的内容再通过OpenAI的TextTrueSpeech的API转化成语音 并且这个语音的话可以保存下来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它可以帮我们做成什么样 我先把之前的给删掉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运行一下 让一个简单的对话就可以有了 但我现在这里没有API Key 我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调用的是OpenAI最新的一个SDK 当然使用这类的SDK有个问题就是 你最好先把它这个库先升级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用它的一些最新的特性 这里的话 我刚刚给它的视力里面用的是 它的是GPG4 All Mini 但是它还是用3.5给我设定了 说明它还是被模型有影响到 其它的下面的话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以上就是一个用Notepad来做演示的 我们可以将一些我们常用的文档 或者说我们想要让它进行某一个操作 我们可能经常会用到一长串的提示词 我们就可以放在某一个Notepad里面 遇到的时候就Let一下Notepad 让它帮我们去执行相关的操作 这样还是很方便的 咱们现在让3.5的模型改成SoMini的模型 我们点击一下 现在就可以看到原来我们和Composer对话的时候呢 我们的提问的颜色在页面里显示很淡 那现在它做了更改 这样的调整就比较醒目 容易区分我们的对话模型给我们的一个回复 它现在已经改了 但是改的话是不对的 那我再让它调整一下 请修改成这个模型 它现在改过来了 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很容易受到大模型本身的指示库的影响 我们点一下Upset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现在还有一个checkout 我们点击一下checkout 它就回到之前让它修改前的一个状态了 现在这个功能就很实用 下面的话还有一个checkout 我们再让它换一下模型 请把模型更改为GPT-OE-mini 现在改成了 我们这边点一下确认 我们想要回到最开始修改的一个状态 我们再点击checkout 可以看到这边立即更改过来了 这个checkout功能特别的好用 以前我们让Composer帮我们去修改代码的话 第一次第二次修改都好都不错 那第三次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这样的话我们原来的代码都被破坏掉了 之前我们用GIT来去做这样的版本管理 那现在的话一些小的问题的话 我们可能用这个checkout来处理就更合适了 这一点非常实用 强力推荐大家更新 现在我们再演示一个功能 将图片上传进去 它根据图片在Composer里面去做一个调整 你根据这个图片 帮我生成一个和OpenAI对话的HTML内容 可以看到这样的话 它就会生成一个简单的HTML的内容了 还是很方便的 当然这个的话 现在是不能用的一个状态 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界面模拟的 0.40之前的版本在Composer里面上传图片 只可以直接被识别掉的 后来是0.4版本 它这个功能就出现了bug 现在它又恢复了 现在我们可以直接在Composer里面 或者是chat里面直接粘贴图片 然后让大语言模型 根据我们的图片做一些代码上的调整 我们再回顾一下Composer的0.41.1版本 很值得更新 它有个非常大的更新 就是checkout 可以让你回到之前更新的位置 非常方便 它对Python也增加了自动导入 不同模块或者包里的函数或者类 还是很方便的 它的project现在改成了notepad 它的composer现在可以和chat的话放在并排 放在AI窗格里了 它现在的apply的速度会更快一点 非常推荐大家来更新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加入我的知识星球 我们下次再见 请定光 志愿者 开 стар